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澎湃新闻采访,专业素养尽险,都给人整萌了。 人们对娱乐圈的人合适,总是带着嬉笑怒骂般的玩笑态度。 喜欢的人痴迷于灯光幻影营造出来的完美。 不喜欢的人对圈中的人是嗤之以鼻。 只想说,娱乐圈虽然是娱乐大众的行业,但也是值得尊重的。 而且任何职业想做好都非常不容易。 有道士,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 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看似轻松的表演。 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文化积累,每一瞬间都是功力。 相信肖战是很多人的初次追星。 以往很多人对明星、对影视都是一个玩笑的态度,看一看,图一个乐呵。 但相信肖战让很多人丢掉了玩乐之心,追得非常认真。 非常热烈而执着,娱乐圈我为肖战而来,可不是说说而已。 那么为何肖战能令圈里圈外的人都为之倾倒呢? 抛却演员艺人的光环,肖战本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。 总有些人叫肖,让肖战饭圈流动起来。 其实娱乐圈流动的是明星,明星浪起浪浮,粉丝随之潮起潮落。 娱乐圈之一于肖战只是让大众有了一个认识和喜爱他的平台和机会。 知音肖战热爱演绎事业。 万千粉丝才会去追剧,才会打开尘封的电视机,甚至去买一台电视机。 肖战周边的一切人和事,因肖战而变得不同,也知音肖战才具异议。 不得不说,这绝顶的魅力,不服不行。 肖战与其他明星不同,除了演戏,极少出现在综艺等公开场合。 而访谈给了观众全方位接近和了解他的难得机会。 蒋真以往一直觉得访谈枯燥无味,根本不会看。 但肖战明显改变了这一状态。 肖战接受的良好教育,令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 从小学习绘画。 让他拥有独到的审美,丰富的想象力和渗透到血液里的艺术气息。 这让他的访谈流畅自然,颜知有物,有思想有深度,见解独到。 反应机敏,还生动有趣,经常爆出金句,令人共情。 近段时间刷屏式的访谈,真是让人们看得酣畅淋漓。 讲真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了。 也非常值得人们反复回味。 比如重温了澎湃新闻的采访,发现肖战的演员专业素养真不是盖的。 当问到给他的角色都很正,没什么缺点,如何看待这种状况? 肖战的回答是。 这是演员不同阶段职业功能性的问题。 讲真,第一反应是啊。 整个萌了,完全不懂,这是什么专业术语。 相信采访者都未必反应得过来,我们这些观众就更猛逼了。 而肖战不假思索地就给出这么专业性的答案。 可见肖战不仅演绎实力出众,他的演员的理论知识水平也是很高的。 不得不说,肖战真的是认真钻研演艺,包括了他的方方面面,除了升台形表。 更是如专业演员一般演习理论知识,上升思想高度,才有面对提问,张口就来的坦荡自如。 我们能看到肖战的台词演技越来越好,表演越发自然不露痕迹,却又鲜活生动引人入境入情。 我们看不到的是这一切的背后,是他兢兢业业的努力,不知用了几多心血。 只想说,成功没有凭空而来的,肖战的确令人可亲可敬可爱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